所以我們這整個案子 為了執行這小小的案子 我們總共花了多少錢 才結束這些定案 幫我公布一下 總共是 129萬4191 100萬啊 你看 你看 報薪金了吧 不是 你看我的雞皮疙瘩 因為這個資訊量太龐大了 我以前從來是不看講稿 可是這次我把它整理起來 按照日期來講發生什麼事 那大家要抱著這個愉快的心情去看 因為我自己在整理這些資料的時候 都覺得 哇 怎麼這麼荒唐 這麼好笑 然後 我怎麼還活著 我根本就是那個 天下無賊的那個傻蛋 有那麼多罪啊 好 那故事呢 就從2022年5月16號開始 我就跟他說 希望一款接一款 單永遠出不完 哎呀 想不到 比這側眼 他真的應驗了 到今天都出不完 今天是什麼時候 今天是 2023年11月28號 然後你看我講的第一句話 我現在再講一句話 希望我們 MAD賺錢 永遠賺到 鈔票都數不完 哇 5月11號左右 我們就開始設計這個2D稿 這個2D稿啊 巧老師幫忙給一些ID 他還給我一些建議啊 要有一些刻線啊 要有一些造型啊 然後合起來的時候剛好密合 欸 很快就打樣出來 我們就開始擺擺擺擺擺擺擺 然後就覺得 欸 差不多了 好 然後就正式招單 出了一個官圖 擺得很漂亮 然後收得很整齊 很舒服 好 那發出官圖招單以後呢 在很短的時間喔 大家真的非常的支持 沒有可能我們包出價格 所以 所以 很划算啊 600多塊你就可以買到這樣一整套 我們瞬間 就 接了大概 900多套的訂單 就很高興了啦 然後 就先轉 材料費 那材料費呢 是136500 這是第一次的材料費 然後轉完材料費以後 欸 有料了嘛 有料了 我們跟人家合作 總是要轉一點訂金給人家 我們就轉了 10萬塊的訂金 欸 這整件事情做完 的利潤 不是很多 但是 我想說 欸 這個模有 之前常常幫助我們 不管是去展覽啊 當義工啊 好 或者是協助一些小東西的打樣 那 我就很阿沙迪的 就轉了這個10萬塊的訂金 轉了以後呢 到了6月30號左右 我就說 你那邊有沒有鐵架 你那邊如果沒有鐵架的話 你到時候切完的這些板材 會沒有地方放 然後我還幫他找了一個 腳缸工廠 覺得很漂亮很美觀 很好看 然後他就告訴我說 沒有回我 然後想說 他應該自己會處理吧 但是他傳了一個新的這個 統計表 告訴我說 現在的訂單已經到了 1576套 因為我們當時需要 3塊板 才可以切出這樣子 一定需要再買 足夠的板材 所以我們買了 第二次的板材 再一次的 136500 目前我們在這個案子 已經累積花費了 30幾萬嘛對不對 那7月應該要生產出一些的嘛 然後他就說 他9月的時候 他大概可以生產 900套左右的工具價 然後目前總數量是1626 如果扣掉海外的 要一次出貨 他會在去年9月中下去 我還自己去買包裝機 因為這個板材 他切出來 他會在這個雷尿板上面 那我們怕連膠袋的時候 把皮撕下來 所以我們就去買包裝機 我還自己開車 很高興 然後去 哇 接了很多單 那時候覺得 這件事情 雖然賺的不多 但是我們又跨出了 另外一個 瓶項的領域 包裝機是 包裝袋啊 要 因為買很多 好像2000套的這個袋子 然後 還有 我們當時有做這個紙盒啊 那個紙盒是要錢的啊 你們知道嗎 大家都以為 那個材料就是 賣你這個 那個紙盒 全部加起來要 20幾塊 然後還有那個貼紙 所以 全部的那些包材要30塊 所以那些包材呢 我們準備了 大約是2000套 我看看是多少錢 哇 6萬 那6萬塊 我就花下去了嘛 然後 他在7月30號的時候 從一天呢 他就跟我說 有一件事情比較不好意思 他上個月有 暗時卡住 所以資金沒有進來 方便再跟你請 一筆工具架的款項 印齊嘛 這個時候 我印象中 幾乎沒有交貨 就算有交貨也只有 一點點 我們是朋友嘛 他說 因為他要添購新的這個 空氣濾清器 他這個切的時候 有一些膠 會有一些味道 那我總不能讓他切切切切切 他在吸這個東西 臭死了嘛 給他又轉了一筆錢 資金印記 喔 5萬塊 又登登了喔 然後那時候 我剛好完成神鋼蛋 喔原來神鋼蛋 是在那個時候完成的 那你們不要以為 我們只有這個案子了 我們其他很多案子 跟很大的公司合作 例如說 噴鼻廠 我們叫廠很大 然後塑膠射書廠 很多很多的工廠 我幾乎都在跟這些 很大的工廠 在聯繫 這個是第一次跟某油合作這種量產 因為畢竟 互相幫忙 那人家曾經幫過我們 我們要幫回去 所以 你們要知道 你們在看 我們模型製作節目 我們真的要好好珍惜 因為我們真的是用 這印記這樣 把那個柳丁 炸到這樣 那給了他 5萬塊印記以後呢 時間到了9月3號 已經delayed啦 就是我們答應 當時要出一些貨 我就趕快去9月5號的時候 做了一張刀具標籤 這很有用喔 貼在這個上面 就很好找這個刀子 因為我們的這個雷雕在上面 我們發了第一篇這個道歉文 後來又發生什麼事啦 9月14號 我想說 我去看了 他真的都有在切 整個屋子喔 哇 他整個屋子都切滿都是板材 到處都是板材 但是還是 好像還是沒有鐵架 所以有點凝固 我說你這樣子 分類會有危險 他說 不會 他就請一個人再整理 然後那個整理的人 他就會把它分類好 然後我們 還開了另外一個新案 哇 我應該把我的心臟 拿出來給你們看 我的心臟應該是從這邊 長到這邊吧 我怎麼有這麼大的心臟 在他delay的時候 我還跟他開新案 開了這個專案 他說9月14的時候 他說 方便先麻煩你轉6萬給我 然後我說 好 OK 我等等去 那最後他跟我申請這個6萬塊呢 我總共只給了4萬塊 那4萬塊裡面呢 有2萬塊是飛機架的訂金 然後另外有2萬塊呢 就是收納架的訂金 2020年9月30號的時候 我已經很嚴肅了 我說我今天去看你的狀況 不可能在10月20日切完 還有8萬這1000多套的訂單 相差甚遠 然後這一段時間 如果按照他們的 當時說的一些產能 譬如說幾十天就有幾百套 應該很快就切完了 我說 我說我真的很嚴肅 我說 如果我相信你的數字發到粉專 接下來 將會是1600個下單的粉絲 對我們品牌的失望與攻擊 我希望你知道事情的嚴重性 不要再這樣拖 也希望朋友之間麻煩要誠實以待 然後所以以下就有這個比較冗長的對話 然後10月3號我就說 我要發文補產 去年10月3號我就已經製作透明盒 裡面還有棉花棒 然後還有標示貼 然後我說如果你順利切完 我可以包完 那因為他給我們的數量實在是太少 我記得有一次 我去到他家門口 他告訴我 我已經切好幾百套 然後我進去看 我以為是他已經切好 而且清潔好 包裝好 然後我們準備去載 然後準備再去出貨 因為當時我們談的條件是 我們這邊 負責先幫你帶電資金 負責推廣行銷 負責拍官圖 然後他那邊呢 負責畫二D圖 然後雷切 雷切完會有髒污 會有清潔 清潔完以後要包裝 包裝包含包到那個袋子 抽針孔 然後裝紙和貼貼紙 我去的時候 哇 完全不知道他什麼狀況 然後我才意識到 你是在騙我嗎 我很好騙 我們這一段就是在跟各位說好 當時我已經發現這樣的 我已經想好 要做東西補償你們 然後我一邊 焦頭爛爛的在 讓我們的包裝廠 插入這個訂單來幫 真的很淒慘喔 後面跟你們講為什麼 然後我說 為了保險期限 以免再次拖件 我寫那篇文章的時候 我日期要在12月 但是我希望呢 去年的11月 可以把這個事情出完 那時候水溪魔女 好像快上映了 我還記得 面對問題 我們前進 好不可以後退 他說他盡全力生產 機器每天的運作 都超過18個小時喔 10月3號的時候 有件很有趣的事情 我想說我找你怎麼都沒反應 他說 我手機10點以後 會關靜音喔 有空再回覆你 我都不知道 欠貨的人 可以 關靜音 這解決了 2022年10月18 這一天很經典 我就說 如果你345有空的話 這個禮拜 好 你可不可以找一個下午來 找我會談一下 因為他出來創業 他想要成功嘛 但是 我們知道他會畫圖 有很好的設計能力 可是量產跟整體的流程 沒有標準 沒有經驗 我說如果你願意過來 我可以給你一些基本量產的注意事項 你們知道 我當作管理代表 ISO9000 ISO13485 我的認證都沒有一大堆 然後我竟然去幫一個朋友 做這件事情 結果他回我什麼你知道嗎 沒辦法 那為什麼沒辦法 他說目前機器我需要整天顧在旁邊 我頂多只有一小時控檔可以離開機器 不然會延誤到一天20套的進步 方便的話等這個案子結束後再談吧 好 好 那你就忙你的吧 怎麼辦 對不對 結果 好死不死 他沒有空來找我 結果他竟然有空去找我 另外一個朋友開發新的案子 好 中間呢 我們的陳導演 很辛苦 他必須 安排我們這個 拍片的劇情 自己要拍 自己要剪 最近還剪 剪一些影片 剪到劉備信 他下班 他都要 開車去 跟這位先生 去載板材 載去我們的包裝廠包 因為跟我們合作的這個朋友 他沒有辦法把這個板材載到包裝上 大家要記得喔 我們當時說這個包裝本來是 跟我們合作的這個董事長 他要包的 結果我現在也是陳導演去開車 載到我們包裝廠 這個費用 目前都還沒有請還 接下來事情就更精彩啦 到了2022年 12月7號 發生什麼事情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切太慢了 然後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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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 喔 板材不夠了 然後板材廠告訴我們什麼事你知道嗎 板材 犯了 兩倍的成本 不要想啦 一千多套 我一套賠一百跟賠兩百 是差很多的 發生這件事情以後呢 我們當然要做緊急措施啊 你知道那個緊急措施是什麼 你知道嗎 我們 自己做板材 當時這些顏色 我們去買那個皮啊 那個皮 滾出來有幾百公尺 你可以跑耶 你跑完來回跑的時候會累的 你跑不了幾趟你知道嗎 然後去買板材 去請人家貼 然後好不容易貼出跟 當時進掉的成本差不多 到現在 那批板材 還沒用完 我們可能喔 還要推出一些產品來把那個皮用完 那個板材多少錢你們知道嗎 八萬八千二 又一批板材在那裡了 我現在累積金的人不知道已經到多少了 那有了板材 我就發現 我真的被他跳票 跳得太多次了 已經年底啦 五月份接的單子 2022年12月底 我已經跟大家道歉到不知道怎麼 跟大家道歉 那個粉專每一個訊息過來 我就很誠懇的問大家 你要等嗎 我說你這 不然我們不會切 然後我就趕快緊急找我朋友喔 我朋友他是做建築模型 他也有雷切機 然後我就把我們做好的這個板材 是用寄的吧 對 我們請公餐 他開大卡車 非常大的卡車過去 喔 對 然後下料在我朋友的公司 然後我朋友呢 幫我切了很多 然後收了特惠價 10萬塊 那收了這10萬塊以後呢 還是不夠啊 你們知道嗎 因為我朋友他也有主業要忙啊 所以他只能花他下班的時間幫我切 那不夠怎麼辦 我們已經先找了第一個外包廠了 我們再找另外一家 那個老闆他說 我每一套便宜你100塊 已經是他們人做的極限 因為在短時間要趕出來 結果那我又付了一筆錢 236250 那這時候大概什麼幾筒 出不到一半 就是整個訂單出不到一半 因為我這兩個朋友同時在切完的時候 大家可能不知道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不管是前面這位董事長切的 還是我們這兩個板材廠切的 到我們那邊的時候啊 因為第一個這個董事長他給我們的板材太凌亂了 所以我們要去找一個很大的空間 先把所有的板材歸類 歸類好以後啊 超多的超髒你知道嗎 那個髒到什麼程度 髒到就是他那時候切下來 有一些膠在上面 那時候切下來的膠有溫度是最好擦的 那時候如果擦乾淨就沒什麼事 等你運送完讓他涼掉乾在上面 他就會很難擦 難擦到擦到破皮啊 那個皮破了那片就會報廢 後來真的是太慢一片一片擦 我們那些小姐他都哭了 然後只好怎麼辦 做字句 然後一次可以擦很多片 然後還找特殊的容器有些沒有 做字句要錢啦 字句一萬四 故事很精彩 現在到了2023年1月啦 出可能出不到900套 反正還很慘 還很淒慘 然後他說 之前的抽屜工具架 還有飛機架 還有要繼續合作嗎 因為他家裡出了一點事情 又需要一筆錢了 我好像都還沒有收到什麼錢回來 他終於喔 出事情到現在喔 你看到2022年5月出事 到2023年1月 他跟我說 第三件事情是要跟你道歉 他說我錯估了我這邊的人力 延誤你的訂單 真的很抱歉 如果以後還有合作機會 我可以幫忙設計繪圖 打亮小量身材 但是這種大規模的量產 以他來說負擔太大了 欸 我覺得 很有誠意啊 然後我就跟他說 可以啊 繼續合作 呵呵呵呵 我覺得我的心臟已經長到膀胱了吧 畢竟就是朋友嘛 而且我們都希望 有合作的對象 可以長長久久的走下去 看你到底遇到什麼困難 我們協助你矯正 一起把你扶持起來 然後我就說 那你把那個飛機架的土擋 賣給我 收納架 你已經出了一些貨了 我再轉一點錢給你 因為其實我已經不知道 我會損失多少 我只知道他快活不下去了 那我手上 好像還有一點點錢 然後他就說 飛機檔案 賣我三萬塊 這麼快喔 然後工具架三萬 好 我就說 飛機架這種品項 我先跟你買兩萬 因為我不知道人賣多少 如果有賣超過三百套 三萬就給你買斷 後來 我們說 如果你把那些 欠掉 切完的話 應該你還可以賺四萬多塊 然後圖面 就授權給我們MAD 其實這個東西 我自己都會畫 我就想說 圖個方便 身為一個管理代表 在一間公司 犯了這種嚴重的錯誤 我跟你講 在電子廠 在所有的廠 一定是直接被 排除 所以 再道歉 對不起 那 我就轉了四萬塊 我後來只有 飛機架兩萬 跟這個 收納架兩萬 但是飛機架後來 我們就比較乾脆了 我們就直接找我外包 不用給他做 就沒事 然後到2月22 他有繼續切嘛 後那個切來的那個膠 又都是 整個都是黑 那我們為什麼提到這個事情 是因為 他當時膠的一堆板材 又超髒 又 again 除了髒以外 我那時候 真的 高血壓 我那時候已經快要沒辦法 跟他溝通 因為 發生什麼事你知道嗎 不成套 你們知道什麼叫不成套嗎 假設這個 一組收納架裡面有 有50個板材 他這個缺這個 這個缺那個 這個缺這個 這個缺這個 然後我就 把這個 AVC收納盒 缺的 還要統計喔 還要幫他統計喔 這個缺什麼 這缺什麼 這缺什麼 然後 給他 告訴你 你要補什麼 補什麼 補什麼給我 你才可以成套 那成套我們才能出貨 好 那到 4月22的時候 我們已經 沒辦法了 當時有一些不成套的板材 我們還留著 我們一直留著 租了一個地方把他留著喔 那個租金就是我付的 留著以後 我們就說 不然這樣子好 我們把這些不成套的 看是多少套 然後估一個價錢出來 你用畫圖來抵給我們 幫我們設計一些產品 結果設計了一些產品 跟我們溝通的時候 有點落差 最後這個案子 沒過 所以也沒有抵到錢 那所以最後兩百套的這個事情 又沒過 然後我們又沒拿到兩百套 這件事情幫你做 就是我們外包 去賠錢做啊 嘿嘿嘿 今年5月16 我一直以為現在才七八月 原來是5月16 我就說 最近趕一下案子 請問最近有切好的板材嗎 因為 他必須要一直切 一直切 一直切 把我們買的板材 全部切完嘛 前面的那個 十三萬六千五成一 兩次的那些板材 他要切完 我們才能減少損失 結果啊 5月16到6月16 他都沒有回應 直接沒有回 然後 我還很客氣的說 請幫我確認喔 然後他6月17 終於回我了 他說 我沒有注意到訊息 我這邊已經有 100套 褲存 之前有說 先切100套 其他板材保留 板材要全部切完嗎 還是先放整 我們中間其實 溝通過一次 我當時就希望 他把它全部切完 然後我就說 這樣好了啦 你統計一下 你的收款金額 目前的板材庫存 我們約一個時間 把你已經交貨 必須交貨的數量 日期按照合約的方式 來簽訂 免得我們一直 文字在那邊來來回回 大家 你知道嗎 這些LINE的訊息 在法律上 不一定有效益的喔 你們一定要走 正式的合約書 你才可以去提告 在看這個節目的朋友 如果你是律師 你也可以來幫幫我們 看我們這事要怎麼處理 他說 他有收到 第一筆錢是10萬 第二筆錢是5萬 還有一個2萬 這是針對收納價的部分 保證總共就是17萬 然後他這裡還有剩餘的板材 是700張 可以成套 大概300多組 需要20天 可以完成 300多組 差不多了 對 這是幾月幾號 6月17號 只需要20天 那你只需要20天 就可以完成350套 你當時的1000多套 三四個月 五個月就解決了嘛 然後他就問我說 那天你不是說要留一些板材 我才能知道缺多少訂單 你那邊有沒有統計 然後我就 開了一個對話紀錄框 我跟他說 收納價 店家出貨表 有一個傳檔案的紀錄 然後 他跟我說什麼你知道嗎 我現在已經打不開了 可以請你再傳一次嗎 在7月31 我就當我7月31才講好 剩餘的板材 你就不用討論了 全部切完我當庫存 這次要做好清潔 不然到時候回損不成套 對你不利 因為 你要成套才可以跟我請款 然後他就說 8月31他跟我說 好我這邊處理好 跟我說 如果有100套 你就給我 我可以編包 不用一次 到8月18 我就說 請問有可以載的貨了嗎 20天是不是可以350套 他說 我這邊這個月 在處理搬家的事情 我先給你100套 還算不錯 有100套 講完了 然後 我跟你們講 到現在 2023年11月28 我不知道具體 他已經切多少他給我 我只能跟你很肯定的 當時1600多套的訂單 到現在 還沒切完 但是 雖然他1600多套沒切完 可是 我們的貨已經全部出完了 就如同我前面說的 我們去找個朋友幫忙 然後我們自己安排去報 你知道我當時都已經 去評估什麼了嗎 我當時已經想說 我是不是應該去 買一個廠房 買一台雷雕機 請人 來解決這個案子 你們也知道我已經 快瘋了耶 反正我們已經賠錢了 我只想 不要賠掉你們 不要賠掉你們 對我們的信心 我 好 那個喬老師不是最喜歡 到你家開箱盤點多少錢 我們現在也來盤點 目前到底損失多少錢 首先呢 材料成本 一 兩萬七千三 材料成本 二 好 就是我們自己發包的 現在還有一堆皮在那裡 八萬八千二 人力包裝清潔 好 我們只算一千八百套 十八萬 因為真的太難清了 抽真空機台 三萬四千零二十塊 二十塊要算 包材紙盒 六萬 包裝袋 一萬三千四百四 接送運費 我們就隨便算 算二十趟喔 一定不只二十趟啦 這個案子從去年五月拖到現在 現在還在在 我只跟你收兩千塊的運費 多餘的運費我出 再來是推廣行銷的影片跟文案 因為我們要拍影片 要有場地 要有這些宣傳 這裡面有三萬塊 我們不要算 而且三萬塊是 算超少的 就只算只有拍一兩支 但是絕對不只我們寫這些 我們要拍這些官圖 再來呢 原合作的雷雕長 就是這位董事長 我已經付了十七萬 這是他報給我的數字 然後委外加工廠 第一間 十萬 第二間 二十三萬六千兩百五 第一間 是我朋友他幫我載來喔 不用運費 第二間光出那些板材的運費 多少錢你知道嗎 五千兩百八 再來 壓克力X4字句 一萬四 最後一筆呢 就是我們的這個 小弟費 什麼叫做小弟費 就是我們陳導演 是在做很專業的行銷 結果變成他的小弟 你做好 請你來載喔 大家還記不記得 我們最早的約定約束是什麼 是這個東西的清潔包裝 是他要負責 除了請我們陳導演 載東西以外 他箱子不夠 也跟我們陳導演說 他沒有箱子 我覺得這個 這個應該是他自己要準備的東西吧 就好像我們的陳導是他的小弟 我覺得這蠻可愛的 好 現在導演都要自己把司機 對 所以我們的小弟費 我們收個 一萬塊給他當獎金 事實上我已經 不超過一萬塊了 所以我們這整個案子 為了執行這小小的案子 我們總共花了多少錢 才結束這些訂單 幫我公布一下 總共是 一百二十九萬四千一百九十元 一百多萬啊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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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仙金了吧 不是 你看我的雞皮疙瘩 我們這個案子你知道嗎 全部出完貨的營業額 是七十六萬左右 營業額喔 對 還不是老的營業額 對 所以呢 我們用營業額來扣 我們已經支出的 已經賠了五十三萬多 然後原本 我們預計一套 大概可以賺一百塊 那我們算一千六百套 有真實出貨 這樣前後 你看喔 前面賠五十幾 然後這個 十幾萬的利潤 又沒有 所以我總共累計了多少 大概七十萬 就一個這樣小小的案子 你看多誇張 累計賠了七十萬 嗯 我跟你講喔 上面的虧損 只是一些說 有單據的部分 那你看當時 我們在這個場地 拍的這些影片 然後這些人力 然後這些薪食 這些設計費 那些我們都沒有拉進來 請人家設計 那些貼紙 設計這些包材 做這些官宣 聯絡代理商 還有不斷的跟客人道歉 我們要請人家吃飯 因為工廠包的很辛苦 那我們要帶 很辛苦的人去吃飯 因為要餵到他們 因為他們平常 除了要包我們的沙子 包我們的一些其他東西 被插入了這些 很髒的板材 然後盡量的清洗乾淨 讓各位收到的時候 是一個 乾淨的陳套的套組 真的是很荒唐 再來就是說 這些我覺得錢 我們努力在賺都可以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 這一年半有多少朋友 可能對我們失去了信心 這個是我覺得最痛的 因為我們已經很努力 想盡辦法 讓大家對我們不要失望 我們會負責 賠這麼多錢 可是這個畢竟是一個 很不好的一個狀況 那我再次跟各位道歉 對不起 我以後真的會 好好的認真 找共鳴上 我們會知道 我們不會下雨的 我們會不會下雨的 我們會不會下雨的 走 我們會不會下雨的 我們會不會下雨的 ENCOUP